苏打率乐团主唱清风 在跨年演唱公开表示反对媒体垄断 谈话的内容在重播的时候被电视台删除 由于转播的中视属于望中集团也引发了讨论 今天NCC的主委时事豪被媒体问到相关问题时 只表示会再去了解事实 在我的心目当中 媒体应该是一个为真相发言的一个平台 而不是企图的去垄断 或者是想要把你或把我们当作是被利用的东西 就是这段发言 在中视跨年重播节目被删除 引发讨论 中视向外界说明 因为节目总长度需要删减 并非针对特定内容 电信主管机关NCC主委 则说还要再去了解 我想这个青年人有自己的看法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中视把它剪掉 我要去具体的了解 到底它画面怎么处理的 不一定会有任何处罚 最重要是看具体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我们还是根据事实处理事务 主管机关态度低调 网友则是把重播前后影片做对比 显示消失的40秒被换成广告 事实上清风的这个 他的顾虑或他的忧虑 某种程度是会变成真的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 媒体事实上不需要自我设限 把一些艺人或是说一些学生 或是一些其他各行各业人 他们的心声把它剪掉 我觉得其实这样还是 掩盖不了真相 这个真的是很大 像言论市场的这个白色恐怖 2013年一开始 媒体垄断话题就持续发酵 新唐人演的电视 陈慧耀林家伟刘自营 台湾台北报道 警察会刘自营